歡迎大家收看,我是葉兆熙 今集我們會看看Suzuki小提琴書第三冊裏面的第六首 Gavolt in D Major 剛剛我拉的開頭的這一段 有兩樣東西我想說的 第一樣就是那些裝飾音 裝飾音要很清楚 要比較快一點 還有不要用那麼多弓 千萬不要用那麼多弓 第二樣想說的就是大小聲的對比 一開始的時候是forte 然後你看到譜上面寫著Metal Forte的地方 看看可不可以拉小聲過Metal Forte 看看可不可以拉Metal Piano 甚至是Piano 再說一件事就是用的弓 大家看到我一拍是用幾多弓下的 但跟著的半拍很少弓的 是分得很清楚的 用全弓的是一拍 然後用弓跟 跟著響上半弓或者弓尖 一拍是一拍一拍 千萬不要調轉 你應該要用長弓 應該用多些弓的地方 你就用很少 但不應該用那麼多弓的 例如剛才我們說的裝飾音 你又用太多弓 剛剛調轉了 很多時候我看到的情況就是這樣 在重複之後 通常我聽到的問題 就是那個A-Sharp 大家看到這份譜的A-Sharp 是寫著用一手指的 問題就是A-Sharp會不准 通常見的就是A-Sharp不夠低 還不夠低 要 然後過幾個小節 這個A-Sharp又再出現 我想如果大家用這個指法 一一的話 要很清楚 然後移動夠高 千萬不要 移動又移動得不夠高 其實你的一手指可能是太實了 然後 最後 Gavolt No.1 最後的 尾二小節 的Trill 應該是由高的音 即是由D 向下方 即是這樣 三手指 跟著這一首的Gavolt 第一個音 每一個小節的第一個音 或者是正拍 和第三拍 都有一個Action 我想大家拉這些 這幾個Action的時候 試一下不要用力去做出來 試一下 在很短的弓裡面 是用很快 B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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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h 我們用弓速去做Action 應該用弓速去做Action 多過用力度去做Action 如果我們用力度的話 出來很容易會刺耳 音會破的 會太實了 然後在下半弓 又是一個Action的地方 C-Sharp 然後 你會看到三四手指一起落 黏住 三四手指一起落 為什麼 因為它們是半音 如果你這一刻不黏住一起落的話 你一放開的四手指 就會被人聽到一個低了很多的三四指 三四手指 D-Sharp 如果我們不想這樣的話 記住黏住一起落 然後 放多一點在低音,即是C-sharp那裏 譜譜上是寫forte,但我建議不要真的拉forte 你拉messonforte其實也夠了 因為其實你拉著兩個音,還有一個是空弦,其實已經很夠響 如果你真的拉forte的話,就會很吵 還有記住那些力不是停留在弦上面 不是整個音,一拍半都是一種力 是會有少少,好像demonuendo那樣 release repeat之後的一二三四三四個小節,那裏有一個很簡單的切分音的節奏 很多時候這裏也是會有初學者拉的時候的節奏是不對的 記住數回四拍 一二三四一 一二三四一二 我們再看下去 repeat之後的一二三四五 repeat之後的五小節 的第三拍開始